TVP小花旅会议 吕惠仪会突然公开在2018年离婚 是因为在3月9日之前 黄文迪在巴士上与一名女子行为亲密 被拍到且公开 当时在未知吕惠仪与黄文迪已经离婚的情况下 看到这样的场面 大众自然会认为黄文迪有问题 把矛头指向他也并不意外 事实上黄文迪在之前也有过所谓的前科 这个前科还是与当时同是TVP艺人的附加力有关 两人当时就传了一段绯闻 2013年的时候 黄文迪在个人社交平台上 晒出了一张车厢内男女牵手的照片 照片中的女生的手指 最明显的是涂上了黑色指甲油 随后吕惠仪发文表示自己 从来没有涂过黑色指甲油 并质疑黄文迪是否晒错了照片 而当时有不少网友看到照片 并指出当时这个擦黑色指甲油的女人 就是傅佳丽 因为傅佳丽曾与黄文迪一同出席活动的时候 涂的就是黑色指甲油 于是媒体就跟风报道 傅佳丽就成为了焦点人物 关于六年前这件事 当时吕惠仪表态显得很无辜 接连发了很多受伤的言论 以至于让很多人都觉得他是受害者 加上黄文迪的表态显得含糊不清 一下又说照片中 男子的手不是他的 一下又说吕惠仪 不和他牵手拍照 所以他借用了别人的手 整件事越描越黑 傅佳丽仿若就真的成为了涉事人 不过吕惠仪有始至终都没有表态照片中的人 就是傅佳丽 最后还站出来 为傅佳丽澄清 直言大家误会 把傅佳丽当做了第三者 更直言两人 关系很好 这些绯闻不会影响他们彼此的友谊 整件事情才算是告一段落 这个事情过去了六年 其实也没有必要再过多提起 偏偏在吕惠仪与黄文迪公开已经在2018年 离婚之后的第二天 傅佳丽自己又就是重提 一大早就在社交平台上发长文 把六年前的事情说了个遍 又再次强调当年照片中的人并不是自己 更直指吕惠仪与黄文迪当年是借他制造新闻 为了增加曝光率还污蔑他 更痛斥两人无耻 直接表态之后不再是朋友 不知道傅佳丽为什么会在吕惠仪宣布离婚的时候 突然在他们伤口上撒盐 不少人觉得傅佳丽就是在报复吕惠仪当年借他炒作 如今反见吕惠仪炒作 因为这事情过了六年 这六年间傅佳丽早不提 晚不提 偏偏在人家宣布离婚的时候提 这不是别有用心吗 甚至还是无风不起浪的感觉 回顾整件事 不管起因是什么 结果是什么 当年吕惠仪实际也有为傅佳丽澄清过 这一点之前的文章已经提及了 但是傅佳丽却否认了这一点 这也令傅佳丽的这一番言论大大折扣 他到底是要帮自己澄清 还是要蹭热度或是炒作 想来只有他自己清楚了 而傅佳丽这番言论一出 也还是得到部分网友的支持 其中胡信尔就为他站队 表态轻者自轻 不过大部分网友还是站在吕惠仪这边 一致认为傅佳丽是借机炒作 毕竟在动机与时机上 傅佳丽都不具任何的优势 而对于昔日的好姐妹傅佳丽 突然在她落井下石 吕惠仪就直接对媒体表态不回应 在宣布离婚后 她也有在社交平台上发文 感谢大家的关心与问候 并没有再对任何事情有所回应 PS 图片均来自互联网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